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过年 不为新衣服也不为零食 就为了那些绚丽多姿的烟花鞭炮 本以为我们小时候的玩法就已经足够脑洞大开了 没想到我们儿时玩过的鞭炮到了小哥手中 竟然又被玩出了新花样 不得不承认这位小哥真会玩 只见小哥先是拿出一根铁盆 然后用火枪点燃一个三角形的鞭炮 接着将铁盆盖在上面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一幕 有没有一种自从相似的感觉呢 果然不出所料 随着一声炮响 铁盆直接被炸上了天 几秒钟过后又爬哒一声 坠落在地 你以为这样就完事了吗 只见小哥又拿出珍藏的蜘蛛侠 将两根铆盆猴分别放在蜘蛛侠手中 别说拿着鞭炮的蜘蛛侠似乎更帅气的一些 接着点燃引线 一阵噼里啪啦电光加火花 蜘蛛侠直接攒了一路 还真有一种电影刻效的感觉 接下来出场的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大水桶了 小哥点燃冰磨之后将其塞进水桶中 微会儿清水变黑 接着一声鞭响 水桶都跳了起来 最后压轴出场的是一个大西瓜 小哥用力地拍了拍大西瓜 确认过眼神 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大西瓜 一阵猛如虎的操作之后 小哥成功地把鞭炮塞进了西瓜里 接下来的一幕让人打开眼界 只见西瓜直接被炸得四分五裂 看到这里 网友们也是纷纷尽佩不已 没想到鞭炮还能这么玩 只是可惜了大西瓜 好了本期的先